好 环保的重要 我们继续来看高雄慈祭亲子成长班 就前往大辽环保站 来认识要如何做分类 当中啊 塑胶的材质种类真的好多 所以小小学员大家都很认真的听讲 同时也都收获满满 分子就是算这半点的房子 学员们认真听着志工讲解 每种资源回收材质 初步了解后 亲子们开始进行塑胶分类 回去要好好的分类啊 对不起 那个卖衣服里面包装的 PPE就是用起来有脆脆的声音啊 还有人家PPE呢 那PPE是有点软 像保特瓶可以做毛毯 围巾还是衣服 这些都是废物在利用 回去要看妈妈说 我们要一起爱护地球做花棒 三颗四颗都完成了有没有 以后有这样的口 这块的简单就给你了 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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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这些要上去吗 上王太太嘛 父母学做针包 孩子学会塑胶分类 不要的打包塑胶袋 花点巧思就是独一无二的书签 教导孩子爱护地球 珍惜悟命 凡事都得做中学 大爱新闻真善 美志工郭瑞锦 郑庆良高雄报道 我们在讨论的讨论 如果我们在讨论